主席,我支持這一項議程 第一,希望確保工程能夠盡快完成 第二,學校表示他們對環保裝置設計不了解 以及擔心將來的相關開支問題 我希望局方可以跟學校方面詳細解釋 以及跟他們商議一下環保裝置的相關費用 將來如何安排 保良局陳麗寧學校的金言平校長 以及慈恩學校的麥文超校長 他們都共同表達一個關注 就是第11頁裏頭文件11頁 講到節省能源綠化和循環使用裝置 這部分我相信都是一件好事 環保方面的發展 但對於學校來說是比較新鮮的東西 這些新的安排 學校都表示他們不太了解 我就不知道過去有沒有跟學校詳細解釋過 這幾項包括太陽能熱水系統 這是一個新的安排 光復板等等 這些能不能夠跟校方做一個詳細解釋 還有他們都擔心這些裝置將來危險洩到維修費用 或者在營運的時候會不會他省了一些能源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些支出呢 需要有專人去操作呢 這些他們都有相當大的關心和擔心 第一,可不可以在這裡有一個回應 第二,可不可以在之後能夠跟這兩間學校 其實上個禮拜我說過另一間學校 就是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那裡其實都有同樣的情況 可不可以都跟這三間學校 解釋一下他們這些能源的一些新的裝置 在學校的費用裏面 學校的日常運作 我們是會用 即不會說逐個 逐樣東西分開 這個給錢那個給錢 就會是用一個 每年有一筆一個大數 這樣撥給它 當然我們 現在這些環保設施 在很多學校裏面都越來越多 當然這個 當然會在它那個 如果 就是說影響得很厲害 一定我們都一定會看到 一定會作出一些調節 簡單來說就是 一筆個是包含了這件事 是嗎 可以這樣說嗎 是的 因為這間學校其實是由一間 不符合標準的校四 現在就要令到它 合符標準令到它 可以處理它 已經實行了三十年的浮動班的現象 我們覺得這種情況是不合適的 所以這個擴建 是一個非常必要的工程 溫家傑校長提出了兩個問題 希望是回應的 第一 有沒有辦法 是可以將那個工程 是可以盡快 有沒有什麼措施可以能夠做到 令到它距離開學時間 就不需要那麼急 第二就是 第一期工程完成了之後 還有一些小型工程 裝修等等 可能要跟進 是要做的 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提早做 或者同時做等等 令到它們 希望能夠趕緊到九月 可以使用到這些擴建的校四的課室 在工程上面 我們當然會盡量跟學校配合 但是到時都要看實際需要的 如果我們有辦法可以幫到它 盡量退了 我們都不會特意拖延 學校正在同一時間 所以我們一定會跟它 保持緊密溝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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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